同心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 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 祢是给我们宝贵的救恩 在耶稣基督里 祢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因作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带死 祂所留的血 父上帝祢因此给我们全病 成为祢的恶理 因为祢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 并且施下宝贵的圣灵给我们 让我们深深相信 我们奔走这一条路 有圣灵的引导和保守 今天我们在祢面前 我们再次围着我们的学习仰望 我们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 每一个姐妹 每一个牧者 我们在祢面前存着谦卑的心 愿祢是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是我们真知道 知道天父上帝 祢叫做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带死 祢有这个全病 祢配得揭开这些的印 因为主耶稣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 买的人来归以神 又使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归以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是的父啊 这是祢给我们眼前所看见的 因为主耶稣从天降临 我们要在地上 与耶稣一同做王 我们愿意这件事的成就 然而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当中 在地上做王的过程当中 首先我们知道主耶稣要彰显祂的公义 所以我们会看见每一个印揭开的时候 都有一系列的审判 我们也深信这是圣灵在地上给我们 这个完全的力量 当我们看见这些的灾难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些不是针对基督徒 我们在这些的灾难的里面 抓住机会传扬主耶稣基督拯救人的福音 我们也深信我们需要被圣灵完全恩高 以致我们可以誓死如归 甚至为主殉道 在所不惜 我们愿意为主的福音 我们传扬在这个 湾区背面的时代 东当不安的时代 我们深深相信 当我们愿意传讲 耶稣拯救人的福音的时候 许多的外邦人许多的以色人也要归主 我们愿意常常围着我们所领受的 这个奇妙的救赎的恩典 这个丰富的恩典 这个荣耀的恩典 这个救恩将会引导 最终我们不但要在地上做王 我们要永永远远以主耶稣为同做王 在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们将要看见这个事情完全的成就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 师父我们 今天一起的学习 圣灵座感动带领的工作 每一个弟兄 每一个姐妹 每一个牧者 都感受到今天的信息 是满有大大圣灵的恩高和教官 我们专意的聆听 不明白的时候 我们也愿意发问 以致我们清楚知道 我们所属的时代 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 感谢赞美主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同样的 这是整个启示录 我的大主题 就是主耶稣是全副军装 带领 洁净和牧养 他所爱的这个默契的教会 首先给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 特别是这五六个月来 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情况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提到目前世界各地局势 与启示录的关系是怎么样 现今 美国的示威 暴动 中美陷入可能陷入的冷战 新冠病毒 瘟疫 饥荒 甚至核子武器 争战的威胁 那这些 我看为是主耶稣要揭开这个七印 也就是我们现在靠近第六章的门口 启示录第六章的门口 就是这个前奏 你看这张照片 这个在Minneapolis 美国的北部一个城市 中北部一个城市 因为一件白人警察在逮捕中 致死黑人的一个导火线 那这个黑人呢 在如果你看报纸游戏 那个警察用脚 就是压住它的景象 它说我不能复习 之后真的是不能复习了 几分钟后就死了 这个导火线 这个是在Minneapolis 其中一个大建筑物被烧的 这个建筑物里面呢 当然不是单单这个 不然还有其他的 那除了这个在Minneapolis 这个是最主要的 但是其他地区呢 特别最近这一个多礼拜来 在美国的白宫 就是在美国总统办公室的前面 就是联系这两个礼拜都有这个暴动 示威也有暴动 这是其中一幕 我们烧东西 这个在白宫附近的一些街道里面的示威 那在示威暴动之后呢 大概应该是第二天把总统 川普同总很勇敢的 如果这种暴动的话 那你还敢走去走的话 那你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 所以他首先派这些的国民的这些后备军 之后也派军队来 他就你看他走的街道里面都有这些很严谨的 这个宝福 他走去哪里呢 走去附近的教堂 他应该是他后面的一间的 就是St. John Church 就是一个总统常道聚会的一个教堂 那过程你看整个涂雅 看到没有 他到了这个教堂呢 他就特别拿了他自己的圣经在那边拍照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是我自己的解读 他就是要去教会祷告 要在美国的这么动荡不安的情况 他要信靠上帝 这是可称颂的 这是我自己从他的举动 我没有听他讲什么 我就看他的动作里面 这个就好像这个 在 在旧约圣经里面 这个叫什么名字 一下子忘记就是 当这个巴比伦威胁 要来攻陷耶路撒人的时候 西西加他就祷告 那西加王就寻求耶和华 我想这是一个应当做的事情 这就是他去的教堂 不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教堂部分 牧师的办公室还有地下一些 有人去 重火去烧 但他没有诊间烧掉 有部分被烧 在美国发生这种事情是 烧教会是 你很少听到的 最近呢 就开始听到了 那他就跟他的幕僚当中 有这个国防部长 有这个司法部长 有这个三军总司令 有他的这个白宫的发言人等等 他们在前面这个大教堂拍照 因为示威是暴动的很危险 所以呢 据说刚过 现在是星期一 刚过的这个 这个周末呢 据说有人威胁 要拆开白宫的这个围墙 要进攻这个白宫 这是一些我们叫rumors 到底有没有发生 那既然在上个礼拜 都有发生过这个暴动 那所以他们就增加一个围栏 就是你看白宫 前面都增加一个围栏 就多一个防 就保护 那不但是 如果你看 这个美国 大概是20个州 或者可能更多 40个城里面 可能更多 有示威 那有些示威是和平的 但是有一些示威是暴动的 那当中呢 这个叫Antifa Antifa呢 这个是在美国 是一个左派的组织 大概是60年代产生的 他们有这个共产社会主义思想的 他们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他们就趁火打劫 所谓趁火打劫 就是在这一次的和平示威中间呢 就许多的这些的暴动的这个活动 所以以致呢 这个总统呢 就宣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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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fa 这个 为美国的国内恐怖组织 他们是 他们最有武器的 这些全部 美国 我跟你讲 你这些 你在美国看到的东西呢 在世界各地 是基本是看不到的 他们示威可以带机关枪了 警察有枪 他说我有机关枪 你开我跟你开 所以这个是美国 你看不到 在其他世界看不到 这是他们许可的 那除了这个 美国 很乱 我们会收到消息 我也收到消息 还关心我了 你那边好吗 说很好 感谢主 我在美国 我又可以亲身体会 这边的 这个感受 同时呢 我又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大概有6000人口 又可以避开这个瘟疫 又可以避开这些 我们这边 离我家 大概半个小时 也有示威的 但是我因为在 一个乡下 所以是 谢谢你们 我跟师母都很安全 我们是在一个很安全的 也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镇 这里应该是 大部分的基督徒 这边他们称为 好像是一个 Holy Ground 就是一个 一个圣城这样的地方 所以上帝把我派来美国 因为我知道 启示录里面 要发生的事情呢 美国 是主要的国家 他们 的每一举一动 一句话 一件决定 都会影响 就会 你会看到 启示录的一个一个 的来成就 所以我在这里 感谢主 他把我带来美国 我给亲身 我在美国 所以很多假新闻 什么新闻 半假新闻 都有 我就知道 他们是 我是会去查 因为我在 我人在美国 我知道这里 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讲美国 我就可以比较准确 给你一些信息 所以上帝把我 带来美国 是有他的目的 带来一个小镇 给我有保护 同时也可以继续 在这里 给你们现场报告 传讲启示录 然后现场把这个经历 给你们讲解 所以这个 中国美国 这个过去这三年来 其实都很多的冲突 科技 贸易 台湾 现在香港的问题等等 所以很可能 陷入一场 这个接近的忍战 这个是大家都 从报章里面 可以看得到的 过去这半年来 这个整个的 新冠病毒的 整个世界的影响 你看这幅图 红色是最严重的 很多地方 全世界就几乎都重 只有你看 非洲是比较好一些 其他地方都是 严重 或者中型严重等等 所以 这个影响 整个的影响 所带来的 各国之间的纠纷 到底这个病毒 是从哪里来 需要 需要负责任等等 不但 我与国 国内 非常的 非常的混乱 对于这个事情 怎么样处理 很多的纠纷 在美国 五十个州 每个州就有州法 他们 这州的 全病很大的 所以很多 很多 在这里 你会感受到 内部的纠纷 再加上 共和党 民主党 两个 这个 非常 他们真的是 非常政治化 几乎每个课题 现在 带来的恐慌 健康的阴影 严重的失业率 等等 美国现在有 整四千万的 四千多万的人口 这个 新冠病毒前 大概可能 可能是 两三百万 吧 不多 他们很蛮低的 但是 接下来一看 哇 这么多 很可怕 那 昨天我在看 这个报道里面呢 这个 俄罗斯总统 他们是 全世界最多 赫子武器的 国家 比美国还多 这个呢 他以前的 这个 赫子 这个 policy 就是他的 条例是什么呢 如果他们被 赫子 武器攻击 他们就以赫子 武器还击 现在不是了 现在呢 他就说 只要有人 attack 用这个 导弹 attack 他们的 国家 他们就用 赫子武器 来 就是 还击 所以 只要 俄罗斯被 攻击 或者他 有情报 说 这个 有情报 他们现在 有情报 什么情报呢 就是 这个 知道有人 发动 这个 还没有 就是那个导弹 他没有 没有 替罗在俄罗斯的境内的话 他有情报 说有发出 他就可以先发动 这个赫子武器 所以你看到 这是这个 很恐怖的一个 一个条例来的 上一次 我有提到 在这个东当固安里面 宗教领袖 所能够做的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我们来一个 世界宗教和平大聚会 这个呢 我认为应该是会在 9月发生的 这个9月发生的事情 这个 你再注意一下 这个新闻 这个 在荷兰的 黑这个地方 这个 peace palace 那我自己在 这半年里面呢 这一段期间呢 我一直在 观察世界的局势 在一直在读启示录 默想 祷告 我自己看为 这个启示录 这个第六章的第一印 要揭开的前奏了 主耶稣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呢 那从马可福音里面 第五十三章五节说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将来又好些人 骂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慌 耶稣告诉我们说 不要惊慌 这些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到 末期还没到 明要攻打明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 饥荒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你会感受到这个 这个末期 什么时候到呢 就是这个 我自己读启示录 就第六章第一节 一揭开之后呢 这个末期就准备开始了 就是我认为是在第六章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 真正耶稣揭开这个书卷的 第一个印 这是我的解读 今天呢 我会分两 花更多的时间 来给大家看两方面 第一方面呢 就是我要先让大家知道 是主耶稣 绝对掌权和 他准备先在地上做 我们看到 接下来的这些的 发生的事情 是预备耶稣 就是耶稣的国度 天上这个天国 要进入这个地上的国 所以 这个是 我要给大家看到 是耶稣在掌权 所以我目的 需要让你不要感到害怕 耶稣在掌权 然后之后 耶稣在地上做王之后呢 后来之后才带领 众圣徒进入荣耀的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的 这是第一点 我们等一下看 第二呢 就是教会领袖 与众圣徒知道 就知道什么呢 就知道遵守启示录 第八章里面 我今天会更详细 讲它的应用性 怎么样 现在就可以做 更加详细做 然后这个七个情语 金香炉的赞美祷告内容 它的重要性而积极性 这个就是一个 我上次讲的 就是整个 就前一次 整个 全宇宙敬拜 之前所必须发生的事情 那全宇宙敬拜 发生后才揭开这个地音 就是各地 发生这个大复兴之后 才揭开这个地音 那我上一次用这个 第一次世界末日 就是挪亚方舟的事件 就是说基督徒 就是上帝要 祂的圣徒预备好 进入方舟 准备好 才来这个世界 这个事情才 这个动荡不安的事情 才会发生的 好我们看这个第一点的内容 主耶稣绝对掌权和 准备先在地上做王 之后才带领众圣徒进入荣耀 先天 先地 先耶路撒 那我给你看这个 这个经文呢 这个是我在前几次 也有给你们看过的 这个启示录里面 这个耶稣来做王的 整个的路线里面 我简单给你看 第一章第一节 这个在这个三位体上 的祝福里面呢 主耶稣透过耶和宣布 他要来地上做王 然后第二章呢 就是主耶稣应许给教会 这些得胜者 他们也可以在地上 有权柄和他一同做王 然后呢 第五章里面 等一下我们看 五章九道世界里面 这一个四个活物 二十四个长老 包括众圣徒的祷告里面 包括在地上做王 所以这个是我相信是 目前我们在这个阶段 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 所以这个阶段 那我们这个阶段 我们要做什么 因为启示录叫我们要遵守 你遵守的话 就是你现在要做 所以接下去 来到第十五章呢 第七号的天使 七号之后呢 就天上就有一个大圣灵说 地上的国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远 所以这个耶稣在第十九章降临前的前奏 他会先一个宣告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已经是经过两轮的审判后 这个才做出这个宣告了 然后第二十章的时候 主耶稣真真实实在地上 以这些还活着的圣徒 包括之前为他殉道的人 可以第一次复活 以他在地上做王 这是一段很长的和平公义 这里有记载说是千年 公义彰显的日子 这应该成为我们积极祷告 这个日子快快来到 这个就是我们短期 我说短期的这个目标 就是耶稣在地上中 长期的目标呢 是二十二章 这个终极的目标 是耶稣与众生一同中 直到永永远 所以这个是一个思路给你看 所以我给你看耶稣的掌权的经文呢 我只是用这第六章跟第八章给你看 就是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看那个印的揭开的时候 所以第六章第一节说 我看见高阳揭开第一印的时候 谁揭开啊 是主耶稣啊 主耶稣主动的 所以以下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用感到惊慌 主耶稣掌权 第二 第六章三节揭开 就是我看见 就高阳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这个是然后第五节 第三印揭开的时候 看到没有 然后第七节 揭开第四个印的时候 然后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 然后你看 第六节揭开第六印的 就引发 这里说天上 净月有两颗 我看见 那站在神面前 七位天使准备 就七位天使轮流的 有七号 七字号赐给他们 看到没有 然后这里又有 一位天使拿到金香炉 又跟祷告有关系 你看到吗 所以七印揭开之后 就引进第二轮的 这个吹号 吹号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整个过程 耶稣在掌权 所以你不用怕 我给你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就是让你感受到 你是很安全的 因为主耶稣掌权 全副军装的主耶稣 在执行 我们虽然有眼睛 看不到主耶稣 但是他在执行这个任务 那我给你这一个 我要 这个是如果你从三页开始 听我讲的时候 我就在三页的 应该第一次 第二第三次里面 就提到这个 神的灵 引导 我看到9月29号 犹太人的新年 基督教的主 跟纪念天使节的时候 同一个时间发生 所以神给我 上帝就给我看到 就是说启示录 第一章就已经音乐了 在七年的九月份的时候 就音乐了 9月29号 那因为我一直祷告嘛 我在去年 在花整年的时间研究的里面呢 上帝给我看 这个启示录是一个导航 是一个GPS 那我就会问 When is the starting point 就是GPS 一天有一个 现在我怎样 你要我遵守 我就不知道 怎样遵守 我们在什么阶段 神你就要给我看到 所以圣灵很奇妙的 带领我 看到9月29号 这一天呢 就是那个starting point 所以我看启示录 那一开始应验之后 然后接下来呢 12月 我最近上帝引导我 在这几个月里面 其实上帝引导我去听 至少有七八个 一些牧师 一些先知 其实很多时间 也听讲到的 听他们 这些都是很credible 就是很信赖的 一些牧师 一些先知 他们讲的东西 那Chuck Pears 是美国一个著名的 一个先知 他也是一个牧师 他曾经在去年的时候 都已经预言了 大概有些人说 是9月就已经提这个事情 说 他看到一个 这个瘟疫 接下来发生 所以我们就马上看到 这个新冠病毒 在12月就开始爆发 他也听到 他也预言 有一个神感动 他看到一个叫 Literal Passover 就刚刚在4月份的时候 真的是 这个Literal Passover 那这些事情的发生 属灵的意义就是 主耶稣要洁净 他的教会 所以你会看到起书 第二章第三章 在这一段期间 这是我看到的 这是我看到的因缘 另外有一位先知 叫Tracy Cook 这些你可以在网上去查的 YouTube也有的 他自己在1月份的时候 1月 忘记几号了 他也提到 圣灵就他就做梦里面 看到一个 unprecedent的 shaking 这个世界 一个很大的震动 他提到是1月份到4月份 未来的4个月 那个时候 新冠病毒刚刚在中国发生罢了 没有人预测 这么远 大家那个时候 很多国家就开始 停飞中国 中国也不要飞过来 但是 这位先知呢 在梦里面看到 这个unprecedent的 shaking 他说 In the coming 4 months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的确 大家 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 我们3月份才感受到 其实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自己在 解读的里面 我就看到 这个主耶稣 正在接受 这个新冠病毒的事情 在世界各地 接近他的教会 他接近他的教会的过程当中 最显著的一件事情 就是祷告 所以我自己在 特别5月份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 我在这里 我不知道你们了 我感受到 这个祷告 这个活动 是史无前例 这个多到 多到什么情况呢 特别五旬节前发生的 我跟你讲过了 就是如果我要参加祷告会 我知道的 我在我这边 发生在我这边 就在我们这边 这个队区的 这个有教牧 我参加好几次了 我一天 有时候参加一次两次 他一天有三次祷告会 因为我还有其他祷告会 我自己早上 跟神学有祷告会 晚上跟教会有祷告会 很多祷告会 所以在这里 对牧师呢 我听他们 听他们祷告 这些都是年长的 很多都是比我还大的 我跟他们的年度比我还大 多数 每一次上 都有十几二十个里面 你听他们祷告 就是那种 有些是流泪祷告 你听的时候 这种 一种 克求 那我自己 在这里 我感受到那种 一天 我可以参加 六场祷告会 我问你 这个什么时候 会发生的 而且是发生 在领袖中间 我自己 最近 我一直 因为我需要时间 去整理出来 我真的很多一些资料 把它整理出来 这件事情 所以圣灵就在 这个礼拜内呢 他就 给我的感动 他说 你看到的是 就是你教的 启示录第四章 你还记得 我前几次就讲 复兴是从 教会的领袖开始 他先第四章是 二十四位长老 对吗 二十四位长老 就是教会领袖 他们先 昼夜敬拜 所以深深感受到 那个昼夜敬拜 所以不但白天 我的一个好朋友 在神学里面 一个很敬虔的 一个神学生 他就在我们 祷告小组 我们这个祷告小组 已经祷告了一年多了 过去 就是 每一个礼拜 都有两次的祷告会 一个礼拜 两次祷告会 你跟他们祷告 你会感受到 那种很虔诚 很客求 那种呼求的 不是那种行事化的 其中一个弟兄 就受圣灵感动 在五旬节 发生之前的 一两个礼拜 他就说圣灵感动他 他要晚上也要祷告 意思就是说 白天祷告 他绕城祷告 他说他跟他的太太 两个人 在我这个城市 小城市祷告的时候 圣灵说 What you are doing now In the day You are doing at night 他说 你在白天做的事 晚上也做 所以他就跟我们分享 所以我们就在 5月29号 我们从晚上七点 晚上11点开始祷告 然后之后就到 第二天早上七点 所以那天我没有睡觉 就绕城 我跟他第一次半夜 绕城祷告 所以给我是一个 讲说一个 Pathetic 一个Movement 这个好像是一种 先知意言的 我自己白天 我都花很多时间祷告 在半夜 不用睡觉 也去祷告 是一种 那个24长老 其中一个 在那周月祷告 敬拜 我们就 绕城这里 就教会我们 一个一间一间 去 在教会门口祷告 不但他 他的朋友 这个弟兄 他的朋友 他也听到 在不同地方 他们说 他们要半夜祷告 白天祷告 不够 所以你就看到 这个 这个启示录 第四章讲的 那个先 教会领袖复兴 所以这一次 5月份的呢 你会看到 上帝先复兴 他的 这个神的 所以弟兄姐妹 还要在等 弟兄姐妹 在观望 在看 在看我的牧师 做什么 为什么这些牧师 这么每天早上 在马来西亚 看得好一些 包括我的学生 他们早上6点 就每一天到现在 还是每一天早上 还有人在继续带领 他们的这个 这个承导会 有一个传导人 每一天6点半 在一直在那边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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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祷告 所以我自己 感受到 神在我准备的里面 祂说 你所教的 你一直讲 这个教会的复兴 那个 特别是领袖复兴 你教的启示录 就是在5月份就应验 所以在现在 我们进入 这个第6月份 这个启示录的 第5章 那第5章 还没有 第5章 还没有应验 是因为这个香 这个金香炉的香 还没有满 这个满了之后 其他圣徒就跟 教会领袖一起的来 敬拜 所以我们现在 已经是处在 启示录的第5章 第8节 这个阶段 耶稣准备 他准备拿这个 书卷的时候 那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要先发生 那时候才会看到 全宇宙的敬拜 所以我们要遵守 你根据 你要对号入座 你要对号入座 你就是要把 我自己把 我看为是其中一个长老 我这样子来读的 我就是看 那长老做什么 我现在就要做什么 因为我要去音乐 那个议员 他是这个议员里面 你要音乐 你就要对号入座 对不对 这样你才会 你才会读起思路 你会感受到 你身在其中 读起思路 你不是在观看 这场末日的决赛 你不是观众 你是Player 你就是这个 这个末日里面 这个神带领的决赛里面 你是一个参与者来的 那这个呢 我放一个问号 这个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呢 那因为我在很注意 接下来9月份 那个所谓的 这个世界和平的大聚会 这个就好像 启示录第一章一揭开的时候 就有白马出现 大家都想做白马 很多宗教领 就说很想做白马 我自己看的时候 这个教皇是最积极的 其他宗教领事都很积极 回教的 活教的 道教的 其他宗教都很积极 因为他们因为他们积极才会在一起 但是教皇是比其他人更积极的 所以有一种 给我感觉是不是在9月 我放一个问号 我们拭目以待 在看这个 但是我们这个还没有来之前呢 最重要是我们现在 在哪一个阶段 我是觉得我们已经在第五章的阶段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这些日子来的领受 神给我 因为我每天都问 你要我怎样遵守你的启示录 你一定要告诉我怎样做 你要我遵守 你没有给我一些细节 你没有给我这些东西 怎么样去遵守 我不能这样看的 对不对 这些意象 约翰看到的 整本的启示录的意象 可以化为一个世纪的行动 这就是启示录的奥妙来的 所以很多人研究启示录 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那么研究 就跟你讲 然后就走了 但是我呢 我就不是叫你走的 我说你来做 现在你在哪里 你要对号入座 你要对号入座 我在讲 你要对号入座 好 这个给你看一下 就是第四章的 这个二十四位长老 夫妇敬拜的时候呢 跟这个在四伙物带领之下 他们敬拜的时候 第五章第一节 就看到这个书卷就宝座 就敬拜满足之后呢 这个书卷就准备要揭开了 所以我们现在处在 这个金香炉的这个阶段 众圣徒的祷告 所以你现在 你若你是牧师的话 你还没有这个祷告负担 那你很危险 我现在讲你很危险 因为你不能做领袖 现在如果你没有这个祷告的负担 神没有给你这个祷告 如果你上我这一刻上了这么久 你还没有的话 你是蛮危险的 所以你要好好的快码加鞭 你没有太多时间 你应该在这个时刻成为你的教会 我现在讲的 我现在讲的就是教会领袖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带动整个弟兄姐妹的祷告的话 那你就是已经是可以讲了 left out 你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能成为这个player 你只有观看罢了 满 还没有满 因为这里讲说 成满了香的金炉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第九节第十节的开始 所以这个第一印 看到没有 你要这个 这个才是这个问题 这个我早就在去年 我在一开始研究启示录的时候 应该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还是一月二的二月份 我忘记了 我因为过去这几年 我花很长时间祷告 每天花几个小时祷告 所以我已经在七年 应该是一月底或者二月的时候 上帝就告诉我说 这个启示录 现在启示录还没有来因缘 因为这个问题 这个金香炉的香还没有 所以上帝就后来我就问 里面的祷告内容是什么 上帝就后来就给我 等一下我们会讲 所以你金香炉满了之后 你就经历这个大复兴之后呢 你才会 等一下我们会讲解 这个金香炉里面 一个位主殉道呢 你要有位主殉道的精神来传福音 所以这个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13章9到13节里面呢 就是这一个 就是复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耶稣讲 前面五到八节完之后呢 就是接下来就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 我们就用四死如归的精神 我们不用怕 因为这些 等一下我们看 揭开这些印的时候呢 都很多事情发生 在这种灾难 这种甚至很多逼迫的过程里面 你还敢传福音吗 所以这边就 就耶稣已经预言了 这些在末期的基督徒呢 他们因为传福音会被打 被抓到这个工会是一个宗教的领袖面前被打 在君王就是政治人物也会参与一份 那个帮你抓起来 然后但是你还是要为他们做见证 这个事很不容易 你因为被传福音的缘故 被打 被审判 你还在他们面前还继续做见证 但是你是找死 但是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就像死体反将 你施死如归的 他们拿石头 你看到那好像面包 你不用怕的 他哪时候打下来的时候 你以为是面包丢给你吃 所以你不用担心的 这个垃圾浇关的时候 他说你要担心什么 他说因为你都被圣灵充满 你等圣灵讲话 那圣灵给你讲话的时候 像彼得 他说尊从人不尊从神 你自己作量在神的面前可以不可以 我们所听见的 我们我看见不能不说 后来他们没有被石头打死 遗憾跟彼得 他们后来被释放 但死体反 他也靠着圣灵讲话 他们说这些 你们的祖先怎么样刚硬 你们现在也是怎样刚硬 所以好了 他们就把那个刚硬的这个石头丢下去 会死 所以有时候你会在过程中间 神保守你 你不会被打死 但是如果被打死的话 你不用担心 因为在这个耶稣在地上做网 就是你肯定复活的 所以你为主殉道 你不用担心 你看为是荣耀 因为你要 你要优先复活 所以不但是这个宗教领袖 政治领袖 还有你的家人 也会以你为敌 包括众人 你看到这个情景 所以我给第一大点呢 我给你们看的就是 我要你们 就是有一个 一个灵里面有一种平安 有一种力量 因为主耶稣掌权 刚才我给你这一系列的经文 就是要让你知道耶稣掌权 整个过程耶稣掌权 全副军装的耶稣 耶稣从死里复活 耶稣不是第一次来在地上 是好像人这样看得好像很多 现在不是 耶稣是带着得胜 他是得胜者在执行 这个整个的末期所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对信徒来讲 应该给我们众生徒 带来无限的平安和力量 使众生徒可以全然依靠 主耶稣得胜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这个我希望你专心听 这个如果你有做其他事情 你要放下来 你要专心听这个 这是现在处境 教会领袖与众生徒 知道 要第一知道 然后遵守启示 我说你要遵守 我告诉你怎样遵守 然后第七个情 以金香炉的赞美祷告内容的重要 还有那个积极 因为这个是耶稣揭开第一音的前奏 也就是引爆 这个大复兴的赞美祷告内容 现在我自己个人领受 就是上帝首先第一步 就在这一次五月份 这个五旬节 这五十天的过程里面 就是已经把那些 过去不是很想祷告 现在更想祷告 把过去很想祷告的 更加就是这个祷告的火热 那目前按照我自己的知道 在全世界各地已经有这个2500个 这个house of prayer 这个是你可能没有听过 这个我从一个 这个IHOP 其中有一个他们一个重要的领袖 从他口中 我是从我的老师的口中里面 得到这个消息 他说如果你说30年前90年代 在90年代就是上帝赢 就是感动很多很多教会 特别是灵人教会弟兄姐妹 他们很多的祷告山 30年前你说祷告山 刚刚开始 现在30年后 祷告山祷告物 24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祷告 现在很多 我最近听到的一个 他们带动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两千 就是24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 轮流祷告的 一个牧师在带领的时候 他用八年 让600间教会 加入这个24 七天的祷告 然后后来 上帝在短短 一个小时里面 一个大聚会里面 就感动了 5150间教会加入 短短一个小时 5150个教会加入 24七天 祷告了 这个 所以上帝已经部署在全世界各地 部署了2000 至少2500间 这种祷告山 祷告物 等等 你会看 这个已经部署 这个祷告火已经在世界各地燃烧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5月份是死无前例的祷告活动 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是真的是 所以引爆 等一下我会给你讲这个引爆 所以 首先是就是 就是说 上帝给我们就是想祷告 所以你祷告里面包括肯定为教会 为个人 都有参照在里面 但是我看 这个接下来这两三个月呢 上帝要跟我们集中火力 我们已经开始喜欢祷告 现在开始选择性祷告内容 所以现在祷告的内容就不是随便 因为我们要引爆全球的这个大复兴 我们就要同心喝一横节祷告 所以我们就要把你个人教会的东西放下来 你就要看耶稣要 这个启示录 你大家集中火力在启示录 我们 现在我讲的东西 不是要牧师写一本书给你遵守 我现在讲启示录 我现在讲神的话 我现在讲这个异象 所以我讲的东西不是我的 是大家的 我只是上帝怜悯给我领受 我跟你讲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会合一 因为我们大家都不要看我们了 不要看各自教会 我们要做什么 这个不是重点来的 现在我要你看的 就大家心思意念 放在主耶稣 这个24个长老他们做什么 因为这个会引爆 我跟你讲 引爆 这个大复兴的赞美内容 所以今天如果那些没有来听的牧师 如果你的牧师没有经历 把我这个讲到 YouTube里转给他听 我希望每一个牧师都听到 世界各地的牧师能听到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五章第八节 这里他就是主耶稣了 对不对 主耶稣拿了书卷 然后四活物 而24位长老 就夫妇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 以沉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好 那你看到这个24个活物 跟24个长老 那如果你看第四章的时候呢 他们有不同的敬拜赞美祷告内容 你注意到 第四个活物 就是圣灾圣灾圣灾 主神是细在既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这是他们的赞美祷告内容 然后24个长老 又有他们最祷告内容 他就是说 这个上帝是荣耀尊贵 全病 都是属的 因为他创造万物 万物是因他的旨意 长老非常关心神的旨意的成就 所以接下来这里的第五章 他们是一起同心祷告的 他们的内容是一样的 所以四个活物 跟24个长老 接下来 等一下我们看第九到第十 解释他们的祷告内容 所以他们是同步的 他们是同心合一的一个祷告 然后这个四个活物呢 四个活物 这个是天使来的 我认为 一般认为叫高级天使 四是代表所有 在启示录第七章 第一节你会看到 那个时候有四个天使 在四个地级 在世界地级 四个地级 后来十二乘二 就是一个整数 这个二十四是就业里面 这个大卫王设立的 这个祭司的 这个二十四祖的祷告 那他们都是一个整数 这二十四位长老 也代表就是说 世界各地所有的这个教会的领袖 那你要看我是其中一个 你要看 你要看 我现在看我的红图 就其中一位长老 你要这样看 你才会 我才会遵守 那这个 你如果你看到 你要做什么 你就是夫妇在高安面前 意思就是说你谦卑 就是说你就是知道 这个长老就是期望 第四章有提到 那个神的旨意 永人的旨意成全 对不对 所以二十四位长老 他们夫妇在高安面前 就你这种表达 就是你要看到主耶稣 手里拿着书卷的成全 那这个长老拿着什么呢 他说各拿着情 已成满了这样的精炉 这表达就是 这个长老就带领 他拿就带领 他手里拿 带领 这个情已如的敬拜 所以就带领这些 特别讲到金香儒 就是众生徒 就是其他的基督徒 就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带领他们 你带领他们 祷告什么呢 所以这里看到就是 你复兴之后 就是说你就是 你就是被这个 这个圣灵史无前例的感动 充满着你 渴望祷告 你自己不能渴望祷告 你也渴望你的会友祷告 所以 祷告什么内容呢 接下来我就讲解了 这个讲什么内容呢 他们就是24位 他们就是四个火物 代表所有的天使 24位长老就是 代表所有的教会的领袖 他们唱什么新歌呢 这里就是说他的内容 所以现在我刚才讲了 你现在要用这个内容 每天祷告 他就第一个 他们就是 就是你要看 他们祷告什么 他说你配拿书卷 就是耶稣配拿书卷 揭开气印 那为什么 因为你成被杀 这个就是他的 这个主耶稣的死 他的血 因为你成被杀 所以这个就是成为 你现在每一天祷告的时候 这个内容 所以为什么叫救恩之歌 耶稣用自己的血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 这个七个 请以如的祷告内容里面 就包含其中一个 地气象 这个救恩 就是一直不断称颂 这个救恩之歌 所以你会看到 你每一次听我祷告 如果你注意到 我一定会讲 羔羊的血 耶稣的血 就是这一节的经文 你看到吗 用自己的血 因为血是一个立业的代表 从创世底第三章开始 我们都知道 上帝宰杀这个动物 亚当和夏娃才有遗传 所以上帝也设立这个用血 这个制度来洁净 所以这个若不流血 就醉不得生命 所以作者很喜欢用这个主耶稣的血 他讲主耶稣的死 没有错 但是他们用主耶稣的血 这里用血 这个字 血 耶稣的死 所以你在你的祷告内容里面 你就好像 现在你附附在主耶稣的脚前 对吗 这个就是你对耶稣的敬拜 你的祷告内容 就是第一 你一定要有救恩之歌 你一定要的 救恩之歌 因为你要记得 你在耶稣面前 你告诉耶稣说 耶稣啊 因为你被杀 你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 各民各国 中买的人来 叫他们归以神 所以你就向主耶稣祷告 你在主耶稣夫妇面前 做这个祷告 然后这个买人来做什么 叫他们归以国民 神的国度里面的国民 做祭司归以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所以这个就是 你告诉主耶稣 你夫妇在主耶稣的脚前 你说主耶稣啊 是的 你将各族各民 买的人来了 因为你用你的血 我们做祭司 然后你不是说 我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吗 就是这个祷告里面呢 这个告诉主耶稣 你夫妇在祂的脚前吗 你说耶稣 我在看这个 这个体示录 第一章第五节 一旦告诉我们 你要为 你是为地上君王 援手 你要来地上做王 你刚才 在第二章 你跟其中一件教会讲 我会给你全并 在地上做王 而现在我们 每一个教会的领袖 夫妇在耶稣的脚前 告诉主耶稣说 主耶稣啊 我们要在地上 你说在 这些人嘛 谁在地上做王 就是这些 被耶稣拯救来的 各族各方各民国 要地上做王嘛 对不对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祷告的时候 刚才你看 我一开始祷告 我也是用这个作为祷告 我就把这个 我就复复在耶稣的脚前 然后接下来呢 你看到 你拿着情侣 所以你要告诉 你的弟兄姐妹说 现在我们 我告诉你怎样祷告 你首先要感谢主耶稣 祂的救恩 祂的血 不但拔你 也拔各族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 可能是华人 或者我们要开始想怎么样 跟其他的民族的 弟兄姐妹一起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你要告诉你的信徒 你说我们要在地上 以耶稣做王 所以我们要这样祷告 耶稣让我们成为 他国度里面的国民 我们作为祭司 我们就需要祷告 祷告这个 我们要在地上 以耶稣做王 所以你要告诉你的 你的会友说 我们要跟主耶稣 在地上做王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金香炉里面的 祷告内容来的 现在你看到没有 这个 复复的拿着 因为 因为这个金香炉里面的 内容最想是众圣徒 如果众圣徒 这个 这个 这个祷告呢 如果他不是跟这个 长老 他拿着 他带领 意思就是说 第五九节到第十节的 祷告内容呢 就成为了这个 金香炉的祷告内容 在这里 对吗 我这样解释 你听得懂 所以 所以现在 这个 众圣徒 跟二十四位长老 就教会的领袖 就是你跟我 教会的领袖 如同这个 九节到十节的 祷告内容 要横切祷告 带领众圣徒一起赞美 就这个祷告 使徒行传里面 他们领受圣灵钱之前 就是特别的 复兴的时候呢 他们是同心合一 他们同心合一 合神的一 众圣徒同心合神的一 他们横切 横久 拨切 祷告 所以你要看为 这个是横久 跟拨切 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满 你不要问我 那个时间 我是希望越快越好 我给你看六到九月 从这六到九月 这三个月里面 这个什么时候满 这个 我自己看这三个月里面 这个满 这个字 那当我们这夫复在 就是高阳 当二十四个长老 夫复在主耶稣的脚前的时候 拿着秦以炉 然后主耶稣站在这里 你复在耶稣的脚前 主耶稣就问 OK OK好 我接纳你的祷告 对 谢谢你称赞我 谢谢你称赞我 是 我是用我的血 是 我被差遣来地上 我为你的罪代使 我流血 是 我的血 现在很 各族各方各国 各民都归向神的事 是我答应你 是成为国民 是 成为祭司 是我答应你要在地上 执掌王权 是 你说的对 耶稣做这个祷告 对呀 我要来地上执掌王权 对 那你知道 我要来地上执掌王权之前 刚才我给你看 主耶稣一系列的活动 第十一章十五节 就宣告 这个地上的国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之道永远 那个这个还没有来自这个宣告 然后第十九章 就耶稣取得白马从天降临 OK 耶稣就问 好 我接纳你第五章第九十节的祷告 那我告诉你 我接纳你的祷告 你要在地上做王 不是突然间在地上做王 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发生 那就是我接下来 你知道我接下来的印是什么吗 那我们感谢主 我们有第六章第七章 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 所以你要知道 那我要给你的 除了你给我的祷告内容 我也要给你祷告内容 你要祷告 什么祷告内容呢 就是这一个 请以炉的祷告 是的 你要首先 你的请 那个金香炉的祷告里面 其中一个第一 你要知道 我揭开这个第一印呢 就是朝向 新天新地的 这个终极的 这个目标 我的终极目标呢 就是在 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 这也就是以福守书一章 最终在天上地上 一切 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一役 这个是 耶稣接下来 揭开 所以你首先要以这个胸怀 就是说这个 你要地上 对 耶稣要给一个 长眼的方向 要把 这个祷告内容 耶稣回应你的时候 祂要先告诉你 这个 你要拥抱 启示录第21、22章 作为你终极的目的 所以因为那个时刻 父上帝是最荣耀的时刻 好 那主耶稣就接下来讲 你知道吗 我揭开这些印是我的审判 所以你会看到首先第一个印 是一个白马出现 是一个世界和平 大家好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但是来到第二个印的时候 就一个红马出现 黑马 对不起 那个是红马 对 第二个是红马 红马就有这个大权 这个权柄给他 然后可以 让人彼此杀戮 然后那个他 那个红马拿到大刀 就是一个征战的 这个征战不是趋异性的 但是耶稣要告诉你 这是他的公义的彰显 他要削弱撒旦的力量 他要削弱撒旦的控制能力 他同时也是在这种的战争的里面 这个战争不是一个小国 跟一个小国打的 不是 不是好像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打无关痛痒的 或者是非洲两个小国 在那边打一打去 不是 这个第二个印不是 他是一个 那个战争是会影响世界的 所以这个耶稣说 我要来地上做网 所以我要彰显公义 你有看到吗 所以你要拥抱我的 因为你要先看到 这是我的公义彰显 这样的话 你看到征战 你不会满厌 很多基督徒 对征战 看征战的时候 就满厌上帝 上帝没有爱 不是 上帝战争不是要告诉人 上帝没有爱 战争是要告诉人 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你说用 这个神的属性用错 所以你就乱问 所以耶稣要问 就让你知道 所以你看 这个 上帝 主耶稣就下去 因为在第二印 第三印 我们下个礼拜看的 有那个黑马出现 黑马出现的时候 就经济不紧 这个世界萧条 那如果你没有看到 这个是耶稣许可的 你会买厌 因为这个可能会 你会受间接的影响 还有另外第四个印 揭开的时候 那个灰马出现 那一段期间 世界人口有四分之一 会被杀戮 让你看到 哇更可怕 但是这一些的 主耶稣揭开 二三四印 这个红马 黑马 这个灰马出现的时候 是制造一个机会 在这段期间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就是我们要有 那个圣灵充满的力量 因为主耶稣在这段期间 就是制造传福音的机会 所以你会看到 在瘟疫期间 大家勇敢出去传福音 在这个战争时间 大家传 因为大家看战争 就是不幸者看战争 拿到我一家死了 我要怎样 他就突然想到永恒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有 圣灵浇灌充满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耶稣说 你知道吗 我接下来揭开的 第五印的时候 有很多人要为主殉道的 你一杯吗 我要把圣灵浇灌在你的身上 给你像死体反向 有这样被圣灵充满 为主受苦受死 你愿意吗 所以这些都是 主耶稣 还没有揭开之前的 就是好像在问我们 你说 好啊 我们要经历这个大复兴 好快快来大复兴来 耶稣要问 你要为他殉道吗 当你被圣灵浇灌 大大充满的时候 就是你准备为他殉道的时候 所以这个为什么 第四个你要祷告 就放在这个 这些都是放在金像炉里面的祷告 第五呢 主耶稣给你看第七章里面 看到你这个 这个第四章 第四个祷告里面的 为主殉道的 那种金神传福音的时候 会带领很多人归主 包括以色列人 神里会在以色列基督徒中间 兴起这样的人 带领以色列人归主 外邦人还有 其他的 数不过来外邦人归主 所以你看到吗 这个整个的思路 所以这些都是成为这些 就是你放在那个祷告的内容里面 然后第七呢 就是刚才我已经看到的 给你讲的 就是主耶稣被杀 因为他的血 所以你永远的记得 这个主耶稣的救恩 所带来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你真的明白 我建议你 如果你有时间 你花长一点时间去 听这个有关 Martin Lloyd Jones讲到的 如果你英文好的话 如果你英文不好 你看有没有翻译中文的 你可以看 我相信应该有翻译中文了 第一章三到十四节 我每一次 我去默想这段 我都会微笑 我一边 我一边默想一边微笑 因为我真的感受到 这个救恩真的是太荣耀了 所以为什么你要一直送赞 这个你的送赞成为你的莫大的力量 所以这七个祷告内容里面 这个七个 当你复复在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你乘上第九到第十节 告诉主耶稣 说主耶稣你要来地上做 耶稣说知道 我要来地上 我知道 但是你要看接下来 我揭开这个印 因为耶稣揭开第一印 短期的目标 他就朝向十几章 就是他在地上做 长期的目标 就是二十一二十二 就是荣耀的新天新地 一切在基督里同归以宜 那个是长期终极的目标 但是呢 这一些 这七个金香炉的祷告呢 就是我们现今要做的 所以你看到吗 你明白吗 这个 现在你 所以你现在 这些祷告内容 跟你的教会活动有关系吗 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 所以你开始放下 你的教会活动 你现在看耶稣的活动 这个教会 如果大家每一个都 听我讲 这些东西的话 你把这一些 成为你的内容 然后你再慢慢祷告 看看从当中 你从这里看 你的教会活动是什么 你先用这个主导 如果大家 每个教会都用 我给你建议 这些以下 我相信这个祷告内容 不是我自己 从书里面抄的 也不是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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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经书里面找到的 我就是因为解经书 找不到答案 我很过切 我说 我说上帝 金香炉到底什么内容 你一定要跟我讲 我就是在那边 不求求求 什么 什么导到内容 你不能 不能要 要找老婆 也放在金香炉里面 觉得很重要 那你找老婆 这个是 这个是全世界 不要关心的事情 我想 你的牧师关心就好了 你要找工作 你不要放在金香炉 因为这个是 你要找什么工作 你的事 你个全世界的 事情 耶稣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 我们拨切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感动我 你去看启示录 第六章 第七章的内容 然后我就看看 就找出 我是最终不足 从启示录 找到的内容 好 我们做一个总结 这个 众教会 领袖 和众生之道 遵守 这个启示录第八章 这个秦以如 的重要性 天天献上 第九到第十节的 祷告内容 跟这个 七个秦以如的 祷告内容 那这样呢 全世界会 先经历大复兴 复兴后 才揭开这个 第一印 然后就朝向 这个短期的目标 在地上作王 这就是第九节 第十节 我们的祷告内容 然后之后就朝向 终极的目标 新天新地 新以如 杀人 感谢主 好 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给你 这个一点的时间 你的领袖 或者是你可能 有你一些的得着 我可能讲的不够完全的 你要补充的也可以 或者你问题 可以 可以问 好 这个时间就交给大家 哈喽 廖牧师好 你好 我叫常兴 常兴 你好 然后 我是 潘牧师教会的 一位弟兄 潘牧师 是 你说 对 然后 就 这段期间 就是有 许多的领受 就是读生的话 有许多的领受 然后就是 可以看到 启示录 可以看到 启示录呢 其实就是 整本圣经的 这个的 我们所想要的 我们所期待的 我们所盼望的 嗯 所以 我们就可以看到 启 启这个数字 一直在出现 我所领受的 启这个数字 一直在出现 我们看见的 连 最后这个 这个荧幕 都有七个 七个项 所以 我们有自由分享 我们有问题解答 我们有结束祷告 我们也有欢迎参加 我们有 神国生命福星祷告群 我们有每晚 九点到十点 美东的时间 我们有每早 九点到十点 马来西亚的时间 但是 我们也是同心合一的 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 廖布施 你在 你在 美东那边 就是九点到十点晚上 但是我们在这里 现在 现在是我们这里晚上 你那里早上 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可以看到 那个 那个的 同性的合一 时间 可能在地球上 看起来是不一样 但是 我们是 一样的 我们是一起的 去寻求神 我的 我的感动呢 就是 第一 就是 第一 就是要 尊重 尊重神 尊重神 第二 就是要 满有祂的真理 满有祂的真理 三 是 要满有祂的慈爱 四 是 要像耶稣那样 愿意死 四 死 好奇妙啊 神的话语 五 要 有了 就可以学习到 就可以学习到 就是 神这个的 恩典 神这个的恩典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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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六 有 就是 能够让人家 看到 这个的真理 然后 七 也是能够分享到 耶稣这个的 伟大的 这个爱 在当中 我就 很 很 很感动 因为 我读很多 喜好的书本呢 就会知道 它其实 也是 从圣经而来 许多的 这些智慧 也是 从圣经而来 我相信呢 就是 真耶稣 真耶稣 这个的 敬畏耶和华 就是智慧的开端 愚昧 人 藐视 知识 就 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智慧 当我们藐视这个知识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的愚昧 就 嗯 然后 耶稣就告诉我们 耶稣就告诉我们 我就是道路 耶稣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生命 真理 我就是生命 然后 不借着我 就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so 我们到父那里去 是借着耶稣 我们到父那里去 是去 到父那里去 是借着耶稣 so 我不惧怕 不惧怕 这个第四件事 就是 要像耶稣那样死 就是第四件事 不怕 因为 我们能够到父那里去 so 有这个的道路 有这个的真理 有这个的生命 就 不惧怕 能够像耶稣那样 能够分享 这个的道路 这个的真理 这个的生命 嗯 so 这个 这个让我看到 就是神完美的 这个的气 然后我看到就是四个活物呢 就就有如一年 一年里面 一年里面这个的 一年里面有四个季节 就每个季节都有 这个的 有春 有夏 有冬 春夏秋冬 就可能有 就是很晒 可能很冷 还是慢慢的越来越晒 还是慢慢越来越冷 都就是 我们就可以看到 神就是有他的时间 在当中 然后 24个长老呢 24个长老 我看 我看着中 我看着中 他有12个 12个小时 12个小时呢 就让我们看到 有一圈了 为什么一天 有24小时呢 哦 原来 绕了一圈 是早上 然后绕了第二圈 是晚上 就 我们可以看到 神就是那么的奇妙了 神是那么的 真实 那么的信实 那么的奇妙 就是 有这样的 他愿意 借着数字 他愿意借着关系 他愿意借着教会 来去 让我们有这个的 这个的 愿让我们看见 看见就是耶稣 就是这个方法 呀 so 很好 这是满满的零受 要分享出来 是丰富了我们的 这个 这个分享 这个很好 感谢主 感谢主 那这边有气 气象 我不是故意写气的 真的是 可能圣灵感动 我就写到气 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最后分享 到最后的马来西亚时间 这个加起来都是气 我没有想到 你刚才讲的 是我气 这也是圣灵的带领 感谢主 我相信上帝会大大赐福你 从你的分享里面 你真的很多得着 感谢主 加油 谢谢 谢谢廖牧师 感谢主 很感恩 就是 帕牧师的带领 感谢主 继续为帕牧师祷告 我每一天 进食祷告 我会纪念你的牧师 帕牧师 帕牧师在我的名单里面 你的牧师在我的名单里面 每天早上 我就 把他的名字 提给上帝 跟上帝讲 这个帕牧师 感恩廖牧师 我还有一个 我觉得 因为我是 我是一位 我是一位 在大学 我是一位大学生 我是一位大学生 然后我学的是 Geometric Engineering 简单来说 就是两帝 两帝 两帝 十 以后可以做两帝的人 以后能够做两帝的人 然后我看到 就是 神要画这些的界限 有 就是让我们知道 这是帝 这是你的帝 这是分给你的帝 就 神在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他也能够 行 美妙的是 能够信实 所以我还是在继续学习当中 然后我相信 大家的分享 大家的分享 都是特别的 大家的分享 都是独特的 然后我相信 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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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 经历 都是独特的 都是为了要荣耀神 感谢主 这是我的感受 是感谢主 是的 是的 好 谢谢地上的分 还有其他人吗 有问题 你要问的 廖牧师 我是怀德牧师 怀德牧师 平安 平安 当然 那一位的大学生很好 如果我们当年像他一样那么单纯 我们真的是更快复兴了 我这里想询问 那个第三圣殿 如果我看你上一次的讲道 慢慢看这一次的白马 好像他就好像云隐约约 就好像是一个敌基督的影子 这样的出现 那么 按我们过去的理解 他一定会站在第三圣殿 那里 讲云隐的话 那么 那个666 那些东西才会出现的 那么 信徒那个时候一定就是进入更大的 逼迫的高潮了 那么 我想问 那个第三圣殿 如果 今天已经进入了 快要进入第一印 又好像第一印 又好像那个 骑白马的敌基督又要出现 但是第三圣殿现在在世界的状况 是到 发展到什么地步 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 好像没有第三圣殿的更新的消息 那里有没有 犹太人重建圣殿 到今天又到什么地步 谢谢 谢谢 这个很好的问题 那我在应该是 前面的 我忘记是第二第三讲 有提到这个建第三圣殿的事情 那 我在今年一月份的圣灵也感动我 他看 给我看就是今年是2020 这个第二圣殿是在祖后70年被毁 所以70年被毁 现在是2020 所以如果你2020减70就是1950 你再除39就是等于50 就是所以 今年可以说是 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Jubilee 就是喜年 如果喜年的话 根据圣经的教导 就是要回归 就是说要重建 就是说今年要重建这个圣殿 所以这是我在一月份 我就有的感受 后来在思考祷告这个问题的时候 因为我们经过了39 9轮的50年 今年2020是39轮的50年 为什么不在50年前 1970年见 或者为什么不会在2070年见 为什么是2020 我当时在祷告的时候 我就问上帝 上帝就叫我看这个39这个数字 因为39在犹太人的 这个希伯来文里面 希伯来字里面39呢 他就是他其中一个意思就是那个 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 The Lord is one 耶和华是独一的神 就是要证明耶和华是独一的神 所以我就一直 这一月份我就有这样的感动 但是我就是刚才你讲的 这个见第三圣殿 好像没有什么风声 我自己在找答案的时候 我自己的领受应该是今年会见第三圣殿 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或者就现阶的实施角度来看 是几乎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每一天都问上帝 问这个见第三圣殿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要上帝给我答案 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 不过我在这段期间 我得到的一些的消息呢 就是有关 有一群的拉比在两年前 犹太人拉比 就是这一些犹太教的拉比 在两年前去 应该是两年前去白宫 访问这个川普总统 告诉他们要川普总统 帮助他们建第三圣殿 然后就告诉川普总统说 如果你要联任的话 你就要帮助我们建第三圣殿 因为你没有帮助我们建第三圣殿的话 你不会联任的 上帝不会给你再联任的 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告诉了川普总统 所以这个我们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最近 因为我每天都看以色列新闻 我每天很多以色列新闻 我每天收到很多圣殿的新闻 我现在讲其中一个 现在你一方面看到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 传统上是反对以色列 但是呢 你就会注意到 现在的阿拉伯王 一个年轻的 应该是阿拉伯王的 其中一个王子 很年轻的 是跟美国川普总统的 理系很好 现在我在网上的 我在这个以色列新闻里面 现在阿拉伯国家 他就召集一些的阿拉伯国家 他说我们要跟以色列和好 现在以色列他们正在进行 这个拿回 耶路 撒马利亚跟犹大这个地方 一些地区 他们要宣示主权 那这个川普总统已经同意了 他们现在在划线 要宣示主权 他们这个六月要划完 他们七月份 他们的以色列的国会要批准通过 然后我讲的这个阿拉伯 这个国家呢 他就召集其他中东的阿拉伯国家 说我们要支持他们 宣示这个地的主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有一些阿拉伯国家 是开始跟以色列友好 所以友好到一个地步 会不会他们也认同 就是可以许可 就是所谓许可 他们在这个圣殿山见第三圣殿 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看为是一个好的一个 一个依照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以色列新任的内政部长 这个内政部长是同性恋来的 他是同性恋 这个内政部长叫阿米尔 欧哈纳新任这个内政部长 是完全支持以色列人 上圣殿山祷告的 那通常这个内政部长管警察 包括管圣殿山这些的警察的 这个内政部长他们很怕 很怕这个事情 以色列人 犹太人上圣殿山祷告 他们很怕 但是这个新的内政部长 他很强硬的 他很强硬的 所以他会支持以色列人 上圣殿山祷告 所以他是管警察的 他如果下令叫警察 不要去拦阻 所以当我在想 当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 因为在以色列里面 现在那种宗教气氛 还没有这样浓 所以他们如果这以色列人 就有渴望一直在那边祷告 会引起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另外这次新冠病毒的影响 我看这些报道里面 已经影响了普遍的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很 很世俗化的 他们的政府也很世俗化的 他们对宗教没有什么 什么这一种的 这个太大兴趣 但是这次新冠病毒呢 他们开始重新思考 这个他们亚伯拉罕信仰的 这个信仰 所以对神的那种 客求已经增加很多 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事情 所以我给你这一些的 这些比较positive的这些sign 就是正朝向建第三圣殿 他们有一个叫institute temple institute已经成立了30年 他们现在已经是 所有的东西都具备好了 那只欠东风 只欠东风罢了 现在跟美国最好的朋友 三个里面呢 就是美国总统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他们的国务卿 那个tompe 另外一个呢 就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 David Fryman 这三个是很爱以色列人的 他们是支持第三圣殿的 所以现在川普统统在美国呢 现在是四面楚歌 他现在唯一的他 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做赌注 他宣布支持以色列 做建第三圣殿 这个很可能啊 因为川普总统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的 所以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我这个感动会今年失先还是明年 我自己的领受我认为是今年 但是我不是说一员 我只是把我的感动 神给我的感动跟你讲 但是我看不到眼前 从政治社会各方面角度 没有这样明显 要建第三圣殿 所以我每一天都 祷告我好几次 我会问主耶稣问上帝 我说你告诉我 你给我这个感动第三圣殿 到底怎么样 但是我有一个答案就是 就是死无前例 就是这个答案 你也想不到的 所以我不敢 我现在有时候问的时候呢 我有时候我就 哎呀想不到 就不要问 但是我的灵里面就是很不甘愿 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我第一个我就问 我每一次我祷告 我就会跟上帝讲 我说建第三圣殿 有什么消息 请你告诉我 我的意思是说 上帝请你向我显明这个事情 好我不晓得这样的一点的回答 给你 我的牧师有没有一点帮助 好有其他人吗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的 不是 我是藏信 我有一个鼓励 就是如果想不到的话 更要问 对啊 我每天都问 我一定问好几次 嗯 对 对 嗯 那就是我的鼓励 所以问上帝 我就是不甘愿的 我 我 我就是好像小孩子这样 一直拉着爸爸的裤子 就要拉 买糖给我吃 买糖给我吃 我就 追问上帝 日以夜追问上帝这个问题 我有最新消息 我会告诉你们 刚才我回答的 就是我自己所 领受的一些 从新闻里面领受呢 我自己的祷告里面 跟大家讲 不过也请你 围着事情祷告 有第三生意 放在祷告里面 好 谢谢 感恩 有没有其他问题 梁牧师 我是盘牧师 盘牧师 是是是 因为想到耶稣 在来之前呢 有很多的 的事情要应证 才会成就 比如说 殉照者的人数 要满了啦 以色列人数 要有14万 14千 然后第三天 事件要建起来啦 有很多 要满足的地方 才会成就啦 那你对14万 事前 这个数目 不同的 解经 有不同的 讲法 那样的情况 那 廖牧师 你的认为什么 有些人认为 14万 事前 是 以色列的 12个支派里面的 的人数 有一些是 一定是指 以色列里面的 基督徒 这样的情况 我也查了网上 以色列的 基督徒的 这种的人数呢 基督教是在于 以色列第三大的 宗教 可是他不是 完全纯 纯 基督徒 基督徒 他里面是 还叫 残杂是 阿拉 Christians 我不想 里面是 圣经里面 其实要求 14万事前 是指什么东西 是纯的 以色列呢 还是 还是有 其他的人数 是一定在里面的 好 那 我就简单 分享一下 在 启示录里面 你看 这些数字 首先 就是 你看 就是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 14万事前 但是 但是你不要 停留在这里 因为我自己 的领受里面 我是 一方面是 Literal 我就讲 14万事前 但是14万事前 它也是一个 整数来的 就在神的眼光里面 是一个整数 它可能 way beyond 这个 这个数目的 所以 但是给我们 看得见的 就是 眼前看得见 可以摸得着的 就是14万事前 就好像 我们 之前回答 24个长老 只有24个 那我在领受里面 它24是一个整数 24个整数 那同时也是一个 但在神的里面 它可能是更多的 所以我就采取 这个 启示录解经的时候 我就会 我会用这两 就是不是 Eitheral 是Both and End 就是两个都是 所以有时候 这个两个都是 有时候你会觉得 好像有一些 冲突在里面的 但是我许可 就是说你说14万事前 就是14万事前 又还有另外一个数目的 所以有时候解经的时候 就是那个微妙在那边 所以我看为这个是 就是14万事前 你会问我是 是14万事前 但是我也同样可以相信 就是它是一个整数 因为它是12千 12千乘12个直派 就是14万事前 都是12 12了 那12是一个整数来的 所以真正在神的眼前 那个整数 是不是 是不是只有这10万事前 我个人的相信 是应该超过这个 但是它要带出一个 告诉我们 在神的救赎里面 以色列有一个整数 就是一个人数 外邦人也有一个数目 一个整数那种 我是这样理解 所以我们不要在 就是你大概抓住 这个原则 就是它是 both and end 就两个都是 不是其中一个 两个都是 我可以接受 就好像是 我们转出IQ的时候 讲是有60万的人 可是60万是算难顶而已 其他没有算 算到两百万人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在查这个 以色列的 population的时候呢 他讲 Christianity在这个 以色列 他现在已经有 17万 7千的Christianity Christian 有17万 7千 已经超过 14万事前了 可是如果 他真的是算 难顶的话 14万事前 真的是还没有 到我可能 这个14万 是应该是指 以色列人本身 因为他有列出 那个族群 所以你说 Arab Christian 那些话呢 可能就 不算在里面 就是有一些 Christian 他们是 是 阿拉伯裔的 所以 为什么你看那边 他列出的 就是以色列支派 所以 那个Arab Christian 如果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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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的话 可能不加在里面 因为如果 你说 那个已经是 77千已经超过 这个数目 不过呢 这个是在 启示录第七章 意思就是说 在 我最解读里面呢 在启示录第七章 应验的时候呢 就在 同一个时间 上帝 许可 就是有 14万事前的 以色列人 归族 就是可能是 就在短短 那一个星期里面 就是 14万事前 这样 但是 在讲的时候 它是一个 整数 是一个 perfect number 在神的眼中 里面的 perfect number 它可能就是 就是它可以 就叫 好像一个square 你 一个square 你可以是 就是 一个小的square 但是你可以是 一个大的square 对不对 对 还是叫square 对不对 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 就这样 就说你看这个 真理的时候 你是要这样的想法 才会不会 就是说 不会 不会乱 我是解 我是解 这样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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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我们就 时间就到这里了 怀德牧师 怀德牧师 你 你可以 我们做一个 结束祷告吗 难得你在我们 心里面 心里准备 我们做一个 结束祷告 可以吗 清楚吗 我讲话 很清楚 很清楚 清楚的 我就以为 蒙蒙的 我们这个祷告 好 自身荣耀的上帝 今天我们回到你的跟前 父啊 我们晓得万事都在你手中 每当听到你的信息 我们的生命就被你的灵搅动 当被搅动的时候 您就让我们的眼睛被你打开 因为你是带着真理 赐给我们悟性的人 叫我们每一位 能够渴慕那天上永恒的事 父啊 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若有亏欠 求你怜悯 的确我们华人教会 过去的祷告是行事化的 我们看不见为什么要祷告 我们以为祷告 只是一个的传统 只是推动神 今生在我们生命 要做成许许多多 成就自己美意 成就教会的事情 我们根本看不见 主再来给我们生命 那一份可贵 和坚强能力的荣耀 今天求你怜悯十恩 叫我们从此以后 回到自己的教会 能够把这个意向带给众信徒 叫我们华人教会 能够再一次地被你翻转 主我们只要你的灵开 更多人的心窍 使我们从此以后的祷告 不仅只是以自己的需要为念 乃是更上一层楼 看见天上的需要 看见你国度对我们生命的呼召 愿我们每一位预备好 预备好 等候您所实践的 对未来 每一印 每一号 每一晚 使我们实实在在带着 一颗荣耀 欢喜 坚强的心 主我们本是你的儿女 我们本是你形象所造 我们就在你的恩典和圣灵的引导里头 与你同心同行 谢谢主 有更多的弟兄姊妹 一起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 生命更为清晰 愿你使用廖牧师 继续传讲神的道 让主的功力能够继续传开 不灰心 不善致的 直到更多的人被你唤醒 以致多人能够悔改 在主再来以前 我们实在预备好 能够在主的根前站立的问 谢谢恩主赐福给每一位 无论是美东的 无论是在亚洲的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 仍然以祷告敬畏的心 持续我们下一分钟 让我们昼夜敬拜目 感谢祷告 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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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阿们 下一次见 三次见 谢谢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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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牧师